维他命营养素系列 由第二条片开始 B1 B2 B3 B5 B6 B7 第四条片仍然是维他命B B9和B12 没错 因为你最早说维他命B最普通的用处 就是转化成为我们的能量 没错 那是否B9和B12 B9和B12有点不同 B9我相信 有些孕妇会听得多些 就是叶酸 是维他命B9 因为很多时候怀孕的时候 然后医生通常会叫你快点吃叶酸 但其实可能已经迟了 因为叶酸的建议是怀孕前一个月已经开始吃 谁知道何时之外 所以有很多叫Plan Prennancy 就是你打算怀孕 一早已经开始吃就比较好 但通常有些可能就是怀孕第五个星期 然后才去查 自己带肚子 然后才去补及 迟了 也不是太迟 立即开始补及 就会好一点 开始说回每个人需要多少 男人不用了 因为他除了任父需要之外 平时也有不同的功用 就是这一样的 男士女士来说就是每天400微克 怀孕或者慰务语的人士就是600微克 慰务语的女士就是500微克的每一天需要 他有两个不同的作用 第一个就是帮助我们的细胞和神经线 去运输一些不同的信息 去各身体不同的地方 第二就是帮助我们身体制造DNA 就是一些基因细胞需要的主力元素 所以为什么刚才说大妻妇 通常会一定要补及 在饮食上也需要 或者是补健品需要 就是有很多研究发现 一缺乏的时候 就会影响到小朋友是神经管缺陷 就是他的脑部发展 他的脊椎发展 全部都会出现一些缺陷的问题 所以都严重的 你缺乏维他命B9 不是那个大人本身 是影响小朋友 是影响胎 所以最建议 美国官方建议就是 最好是怀孕 前一个月已经开始摄取 而他的建议摄取量 就是400米克的每一天 到怀孕期间都要继续摄取 直至到小朋友出生 这样就会确保是很好 但是有些妈妈就说 其实我每一天吃都很多 深绿色叶的菜 因为深绿色叶的菜 就是会找到叶酸的 都可以的 但是就要确保大家 是补吸得足够的 除了深绿色叶呢? 海鲜 所以有些妈妈就很担心 我吃这么多海鲜 会不会导致小朋友 有海鲜敏感 有湿疹 所以有机会都缺乏的 我的建议其实 现在的公司 即是美国那边 都官方都会建议 其实最好每一天 都是补及400米克的 就是从保健品 然后额外装食 心绿色叶 蔬果那些都可以 因为他的建议 不超过一千米克就可以了 都很少说会超过 除非你的保健品的 剂量是很多 唯独食提花妈妈的 一样东西都要留意 因为保健品 有些可能是一粒一千米克的 如果额外再吃蔬菜 就会太多了 太多有什么影响呢? 其实太多就会了解到 对于小朋友的免疫力 是出现一个问题的 所以留意 不可以超过一千 现在美国政府建议 这项建议就是 400米克的涉取的额外 这个听到要坐直额 虽然不关我事 我不是孕妇 但因为牵涉到 除了成年人之外 胎儿也有事 我想问 是不是需要 我想要小朋友 我和新婚太太 我们是否应该先找医生 我想要小朋友 我现在开始吃叶酸 对吗? 我太太体质是否适合 需要有这样的讨论? 其实也不用 叶酸的补购或保健品 其实很多地方都可以购买 叶酸的结构或化学结构 都是比较简单 也是水溶性的 变成过量身体都会排走 总之不是长期超越建议量 所以补购400米克 每一天 到怀孕期间 继续进食 便可以了 坊间有没有保健品 是就像维他命B6 B9 有很多 针对性 因为针对性 因为针对性 所以有B9 有些未必写任父的 不过只是写着叶酸 或者是维他命B9 有些写到明是 任父叶酸 总之大家顺着面看剂量 就去选择 通常很小粒黄色的 小粒 不是买广告 我们不能买的 不过我想想想 这个因为刚才说 针对性很重要 影响两个人 所以原来有单独B6 B9 通常你的护肤医生都会建议你 一知道你怀孕 已经赌一包给你 因为个个都知道很重要 很重要 B9 最后一个维他命B 搞定了 B12 首先说B12 通常我们看到有些缺乏 就是素食者 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会在肉类方面 找到维他命B12 尤其是乳类、牛肉、猪肉、鸡肉类别、蛋、 奶类、奶类制品等等 会找到B12 所以最常见到缺乏就是素食者 作用是什么呢? 它就是帮助我们 神经潮水形成 神经线都是帮助它 如何输出信息快点 和制造红血球 我们会见到如果有些素食者缺乏 维他命B12 它就会比较容易有贫血的问题出现 如果素食者说 我吃过维他命B 帮不帮到? 帮到 饮食上如果要摄取维他命B12 刚才提及过是肉类 或者是一些添加了 维他命B12的穀物类的食品 但是我们也会见到很多素食者 因为它缺乏维他命B12 它可能未必是吃B集的 只是用维他命B12去吃的 又有的 又有单独个别的 为什么它会在肉类上见到呢? 就是维他命B12和肉类的蛋白质 是连着一齐的 就是它的合成是粘着一齐 经过咀嚼消化 和口水帮助消化 在胃部消化 这个B12和肉类的蛋白质 才会分解接着吸收 所以我们会在肉类找到B12 刚才说了如果缺乏就会是? 贫血的问题出现 或者是有些神经是比较 手指会麻痹一些 除了是素食者我们会常见一些 有时是一些长者 因为我们会见到一些长者 可能有吃肉的量 未必吃得太多 嘴醬 对 我们见到肉的量少的时候 它们都会少了维他命B12 当然这些可能真的要补充剂 对 对 才能帮助 因为它实际不能吸收 不能吸收 这叫补充剂 如果是 譬如它是真的严重的 有些医生或者医护人员 就会说 B12可能都未必帮到你 直接已经是建议补铁了 从而预防贫血的问题 不过补铁也有另一个问题衍生 就是我们会了解到 就是一补铁的时候 很多人便会容易便秘 所以我们也希望 令自己不要缺乏B12 不要有贫血的问题 这样就会好一点 维他命B齐了 下一条片便来了 主角 维他命C 维他命C好像很厉害 大家说是维他命C 是什么呢 下一条片便会专攻 没有C1C2 没有C 维他命C 整个维他命B系列都挺有趣的 由维他命B1开始到B12 有四条片便可以慢慢看 喜欢及留意的话 记得订阅我们的健康蛋 将维他命系列分享出去 及感充仔 谢谢